哈囉,我是基隆老師 我們來解三角行數正弦定裡面 一樣是基本題 我們來看這一題 三角形ABC中已經知道 角A比,角B比,角C是1比,角度比是1比3比8 那麼我們要求的是邊長比 那在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很基本的題目 就是我們在三角行數正弦定裡面 我這邊用紅色把它寫上來 我說過應該是1,2,3,4,5,五結車廂 那這個是尾車廂 因為三角形的面積內切圓 就是三角形ABC內切圓的面積就是RS 那S在這邊是A加B加C的挖號除以2 這是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所以標準來講是五結車廂 那在這邊我們就運用 其實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知道 如果今天我們知道這三個三角的數 sin A,sin B,sin C 我們就會知道A,B,B,C 理由如下 我們在這邊剛好做一個說明 我們就在這邊說說明 第一個 我們的因為 在三角形ABC中 就是A去除上sin A會等於B去除上sin B 然後再來會C去除上sin C 我們可以命名它等於 就假設是T分之一 T分之一 那T呢 不等於0 T不等於0 那T是屬於R 當然 在這邊的T呢 我們就是一個B值 那由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 A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剛剛可以其實可以直接翻過來 但是我們這邊就刻意地給它叫T分之一 目的就是要知道說 當它跟它去比的時候 很明顯的C Clear Clear 就是sin A 就叫做AT 再來sin B 就叫BT 再來sin C 就會叫做CT 所以呢 這三個比值我們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sin A 比上sin B 比上sin C 就會等於AT 比上BT 比上CT 那當然我們把T約掉之後 就是A 比 比 所以現在我們要的就是照到A B C的角度 那A B C的角度 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 我們翻過來這邊來看 因為角A比角C 比角C A比 B比 C 三個角度比是1比3比8 那也就是說 在整個角度的分配上 它總共分做12等份 那12等份 A占1等份 B占3等份 C占8等份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角A 等於 如果這邊是1的話 這邊寫個2 角A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是12等份裡面的1等份 12等份1等份 我們去乘上360度 那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它是30度 再來呢 角B呢 是 這邊有 12等份 12等份的3等份 然後再去乘上 180度 sorry 這邊要改成180度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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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